2022年1月起,北京市全面启动冬奥春节城市景观布置工作,1月14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北京10个主题花坛,近百处景观节点,一切进完工。 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环境景观提升部综合处副助长姚亮介绍,这是北京首次在冬季布置大型主题花坛。 本次冬奥会一共布置了10处主题花坛,那么最大的一处是在天安门广场,那么主题是精彩冬奥,那么其他的长安街沿线和充电地区共有9处主题花坛,那么这次花坛也是属于首次我们在冬天布置这个大型的主题花坛。 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精彩冬奥主题花坛,高17米,底部直径38.6米,造型以中国节为主景,结合冬奥会灰灰以及冰雪元素,底部是五环环绕一起,变迁有雪花的图案,传达了对北京冬奥会美好祝福。 蓝海浪介绍,由于是首次在春节期间摆放大型花坛,且花坛摆放时间较长, 要克服气温相差较大和冬季大风的问题。蓝海浪表示,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建成后,可以抗12级大风。 首先要克服两个困难,一个就是气温的非常寒冷,尤其它从小安春一月份到三月份,冬奥到冬长奥嘛,从一月份到三月份的挂渡,这个温渣相差30多度, 然后我们什么去克服这个温温,同时呢也要搞立到冬季的风力非常的大,所以说我们在设计中必得搞立到这个花坛的防风。 同时,在长安街沿线还不止四处主题花坛,分别以绿色冬奥,幻天洗地,开放冬奥,冰天雪地等为主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绿色的理念处处渗透在花坛设计之作的全过程当中,不少花坛都使用了冬季修剪下来植物枝条,果实等远林废弃物, 经过花艺师们的妙手一秒回春。 这个特性,然后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编织。 据了解,冬奥主题花坛布置工作,预计1月20日完工,届时,机场专机楼,奥林匹克公园, 延庆的十处大型冬奥花坛将全部亮相。